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实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7日21.03分15秒播放流水A101-2 428734CE982-912-BD8C206A2570201本地日志 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血视频 观看完整版 2018亚运会表演赛 抽签 抽签英雄联盟分组出路 中韩同分死亡之组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X WINDOW DATA VIDE OAR PUSHVD D0027X01-ING-HTTP-E-NEWS-GTI-MG.COM-NEWS-AP-LS04808-005-435-6404-800E-G视频 2018亚运会表演赛抽签英雄联盟分组出路 中韩同分死亡之组 时辰月520秒 腾血体育血 北京时间8月13日消息 2018打加达亚运会电子体育表演赛6个项目 于今月举行了抽签仪式 其中有三个项目由中国代表队参与 分别是英雄联盟 皇室战争 和AOV王者荣耀国际版 三个项目抽签都难趁理想 强敌军都提前碰面 其中英雄联盟抽签分组堪称死亡之组 英雄联盟分组解签 在英雄联盟项目分组里采用分组双循环赛制 中国队与韩国 越南 哈萨克斯坦分在A组 而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沙特阿拉伯 中国台北队四支队伍分在B组 从实力上看 中国队和韩国队实力最为强劲 中华台北队与越南其次 与中韩两国有一争之力 而此次分组 将中国 韩国和越南分在同一组 就意味着三支实力强劲的队伍将争夺两个出现名额 实在是中国队最不愿意见到的场景 预选赛中实力强劲的韩国队 再拿到了第一名的成绩 免对韩国这支队伍 中国队始终如梗在喉 打法凶狠的越南队在预选赛上 并没有与中国队交锋 其真实水平也难以预测 所以本次抽签结果并不乐观 中国队堪称抽到了死亡之族 但好消息是淘汰赛 在决赛之前不会遇到韩国队 AOV王者荣耀国际版 分速解签 在王者荣耀国际版分组里 采用的是双败赛制 所以抽签决定的是对决的出赛顺位 也过分别是中国香港对阵老国 越南对阵印度 印度尼西亚对阵中国台北 泰国对阵中国王者荣耀表演赛中国团队的签并不理想 会提前与较强的两个对手碰面 泰国队和中国台北队 这两支队伍将是中国夺冠 路上最大的障碍 而中国在首轮就要对阵实力强劲的泰国 如果战胜泰国后 还要大概率遇到实力更为强劲的中国台北队 可以说本次分组中国代表队的运气实在不佳 并没有打怪升级战BOSS的流程 在一上场就要直面BOSS夺冠之路多坎坷 黄氏战争分速解签 在黄氏战争电竞表演赛 采用双白赛制 抽签结果位 蓝沃对阵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对阵中国 越南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沙特阿拉伯对阵印度 在预选赛上 中国代表选手黄承辉 此排名第一突出重围 其实力令人放心 而排名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队 中国队将在第二轮就会遭遇中国香港队 如果能发挥正常实力 进入决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其他分组里的队伍 由于比赛资料较少 实力难以预测 冷静选手黄承辉表示 自己实力很强所以很有信心 唯一担心的 也许就是 首战就要碰上东道主义尼 敌防暴乐十分重要